女朋友、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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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日 我最最最多朋友生日的時候 12月1月又緊接著要聖誕節過年 一定會有很多需要送禮的時候 自從我開始講 極簡和斷繩禮的議題之後 我发现我的亲朋好友对要送我礼物这件事情感到有一点困扰 我还记得我的同事之前就开玩笑的对我说 蛤 那我送你的礼物是不是就会被你断捨离掉啊 然后相对的极简生活又比较注重的是够用就好 只留真正需要的东西 我就很希望可以送别人的是一些不会被嫌弃也不会被堆质的礼物 所以呢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五个我觉得真的很难出错的送礼选择 第一个是我最最最推荐的是现金卡或是礼品卡 我就有一个朋友他非常喜欢买贴图 就买那种line store的点数卡有没有 他想要什么他就自己去买非常的实用 然后有一定的价值在那边 他可能不是一个实贴的礼物 但是收到人的当下一定是非常开心的 还有像是特定地点的兑换券 比如说是去吃吃到饱的兑换啊 有几个跟我比较不错的朋友他们很喜欢下厨 那对他们而言大润发大卖场那种他们想要买什么他们就自己去买 或是像全家7-11那种礼卷也都非常实用 看过一个youtuber他就有送他的朋友健身房的体验卷 因为他的朋友就是时时刻刻嚷嚷说 哦健身房很贵的 可是他很想要去找教练试试看 那个朋友可以借用那个礼物卷来判断他之后 是不是可以去签健身房的members 如果去欧洲的时候每一家百货公司或是每一家店都会推出那种礼厅卡 那里面面额就是几千块或几百块这样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第二个呢是消耗品 消耗品就是用一用就会没了的东西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吃的 可以送他他很喜欢吃的零食 一般送吃的大家应该都会很高兴 很难因为对方不喜欢做堆子在那边 可能会带去公司发给别人 然后大家一起分享掉 反正我觉得零食或者是吃的这些东西 相较于物品来讲 是比较难被嫌弃的东西 消耗品用还包括比如说像是身体弱 很多人对乳液的用量也蛮大 所以我觉得乳液也算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前提是你要知道 都会放我在使用乳液的习惯 第三个自制DIY 我知道很多人听到DIY 就会有点却不觉得 喔DIY好麻烦喔 要剪纸又要干嘛 可是DIY不见得一定要做一些 劳作一类的东西 比如说像是糕点啊小点心啊蛋糕啊饼干这些 我觉得这个普遍应该蛮多女生都会很喜欢的 现在有很多自制烘焙店 然后可以让你体验做蛋糕做饼干 做一些分装之后 你再拿去送给其他的朋友 我觉得你的朋友一定都会很开心 第四个可以送的是回忆类型的东西 这个讲起来比较抽象 有一个外国youtuber 他送给他朋友两张骑马的体验 因为送两张意思就是我要跟你一起去 那我觉得这就格外的有意义 你们可以一起创造一段回忆 一个体验 更常见的是送电影票 或是一起去吃一轮饭 你可以去cover他的花费 虽然这些都不是那么实际形体的东西 但是与其让送错的实际形体的东西堆在某个地方 我们不如一起创造出某一段回忆 拍出几张有纪念价值意义的照片 那我觉得这也会是一个很棒的礼物 最后一个 第五个 直接混 我必须要说这真的不会不惊喜 如果你想要很久的东西 亲戚朋友就送你一个 你就是想要的东西 你不觉得真的是棒刀飞上天 完全郑重下怀吗 如果我现在想要一个新的台灯 然后真的有某个朋友 让我如愿以偿的拿到手 拆礼物的那一刻 就算我知道它是台灯 我还是会很开心 然后很期待收到它的样子 期待它是不是跟网路上的图片 跟实体店面一样美啊 期待它终于可以被我收服放在我的桌上 我就可以每天使用它欣赏它 我自己觉得这种喜悦和郑重下怀我的心情 真的不会比完全的惊喜还要来的逊色 至今为止我们收到纯惊喜的礼物 它带给我们的惊喜感喜悦感 到底能够维持多久呢 除了真的熟到抱抱不能再抱的朋友 有送对过我东西之外 其他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收到惊喜礼物 但是实在是没有习惯去使用那个东西 我并不否认完全未知的礼物 会带给更多人惊喜 也是带给别人快乐的一种很棒的方式 但是如果我们又想要兼顾一些使用性 不浪费地球资源的话 真的可以问出对方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欸你三个礼物到底想要什么啊 就算对方没有办法很直接很明确的告诉你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一问一答的过程中 大概的推敲出他可能还是比较想要什么东西 你就拜托他请他开一个比较明确的清单出来给你 总之第五个直接问来送礼的方式 是我真的觉得大家不用那么避讳的 好啦以上就是这次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身为极尖主义者的人可以怎么送礼 跟如果你知道你的朋友是极尖主义的人可以怎么送礼 这都是五个大的脉络你们可以去想一下 这些类别里面到底还有包含哪些东西 像是那个赛马的体验券我真的是听到说就觉得 哇真是一个非常好的idea 体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方式啦 那也希望这集有帮助到大家 我们就下一集集眼生活再见咯 拜拜 拜拜